iPhone 16系列的WiFi 7速度到底怎么样 我换台录游器再试试看 华为最新的WiFi 7录游器B7 Pro 手机连上WiFi后通过快捷指令查看 能显示WiFi 7 但是协商速度只有2401 而其他国行WiFi 7手机一般是2882 这点导致我之前误以为还是WiFi 6 录游器MLO功能是开着的 后台显示iPhone是单5G接入 而安卓Nio 9 Pro是2.4G和5G双接入 手机协商速度也到了3570 录游器WiFi的加密方式默认是WPA2 我已经改成了下面这个包含WPA3的模式了 iPhone的协商速度依然是2401 最近苹果官网更新的参数 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国行的问题 美版也是一样 WiFi 7 5G赫兹 6G赫兹 最大理论速度都是2400兆 它的MCS Index只到11 数据密度较低 缺少了WiFi 7的重要特性4K COM 所以速度到不了2882 而它的2.4G WiFi 7差距就更大了 频宽依然是祖传的20兆赫兹 理论速度只有229兆 远低于国行安卓WiFi 7的688兆 从这些参数来看 苹果对于WiFi太保守了 可能他们想用较小的频宽较低的数据密度来提高连接的稳定性 接下来我使用Open Speed Test跑了一下测速 iPhone 16 Pro和Plus速度都是1.5G左右 与之前的中芯B5100 Pro加测出来的速度区别不大 与安卓WiFi 7差距比较大 极限速度不行 我们再看看穿墙后的速度怎么样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 套内面积80频 路由器放在A点 上次测试用的路由器是中芯B5100 Pro加 两款iPhone 16和Nio 9 Pro 在远端低于两点 测速差距很大 现在换成了华为B17 Pro后 低于两点差距小了很多 甚至低点的下行速度实现了反超 前面的375 383是下行速度 后面的86 89是上行速度 没想到华为路由器还挺适合苹果手机的 总结 通过两次测试 我发现iPhone 16 Pro的WiFi 7只是一次小升级 并没有质的变化 极限速度与安卓旗舰手机差距很大 不过在实际使用中 大于1.5G的高速率使用场景并不多 对于我来说 仅仅是拍了视频之后上传局域网共享盘用一下 绝大部分情况WiFi的稳定性更重要一些 选一个信号好的路由器 或者多台路由器Match组网 更能提高你的上网体验